講到這個清明 這個 溫成兄 你說 因為我剛剛講 那個清明時節 雨紛紛 你說其實我們在清明節掃墓 不一定指的是清明節 對 怎麼說 你這樣說 這首詩他的創作背景是唐朝的末年 那杜牧這個時代 其實唐朝他們放假 放得非常非常的少 清明節是他們的大長假 那個時候應該有七天的假期 所以其實我自己回溯去看 以前也有國定假是嗎 是喔 漢朝的時候 那高速公路也塞喔 對對對 所以就知道為什麼清明時節 雨紛紛會路上行的御斷魂了 我在連假要出去玩的時候 突然間天氣很差 那所以為什麼我說這首詩 他不見得是要去掃墓 心情不好 是因為到後面兩句話 借問酒家何處有 木童瑤子 杏花春 這醋鼻喔 如果如果剛去掃墓 我下一步會去酒家嗎 這個連結度不是什麼的高 然後你如果去看唐朝 更早一點的王維 王維他就講說 在清明節 他們都做什麼 去踢足球 去盪鞦韆 甚至去河邊玩這個上四節 他們常有的取水流商 那其實你就可以知道說 在唐代的時候 這種節氣 他剛好在春分 或者是上四清明這個階段 是白天跟晚上等長的時候 所以直到現在日本都還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在陰陽兩邊等長 是人世間 陽世間跟陰間 最容易能夠產生交會 或去理解的時候 那就是三月二十那一天 所以清明節的 早上十一點六分 清明節這個拜拜 跟這個關聯 也有一定程度的這個連結 那只是說在這個上四節 他們當時會比較重的是說 冬天結束了 我要到這個河邊去把我身上的晦氣洗掉 然後開啟新的一年 新的一個發展這樣子 所以我剛才會說 其實這首詩 他創作在清明沒有錯 但是不是說 他們一定是要去掃墓 這不一定 但是在東京夢華路 就到宋代以後 的確在長假當中去祭祀這件事情 越來越多人做 這件事情越來越合理 再加上剛剛我們講到 這個陰陽等長的關聯 所以清明跟這個祭祀 他就越來越有連結度了 這個是 宋兄 你說這個是三個世 這是三個世的概念 他就是傳承 我們早期 為什麼是三個世 他就是三個世 就是以前我們 譬如說有人這個父系傳承 他有尬心主 譬如說他後面沒有指示 你說要求豬母歲 他駕過來的時候 跟著祖星 跟著一直過來 對 你就要傳承 小孩子譬如說有的姓 這個姓子有的姓的姓氏 傳承到那邊 或者以前的生存環境不好 有可能譬如 老公不去或是母不去 要再到祖父 你兒子照我們兒子 打我們兒子 因為通常 他那就是說 譬如說生女兒 生女兒就沒有團 沒有團 他現在就是什麼 小老公 小老公來團這邊 老公這邊 說是他也要團 所以老公這邊要團 現在母這邊來說的時候 他就抽一個回去線 他的生存 以前叫他抽豬母 水 為什麼豬母 就是說很雜貨 像豬母這樣 才有這個豬母 水這幾個月的來源 就這樣子 就是糟糊 現在有時候這個 老公來 我發現了 死老公 以前死老公 那個肚子上我五歲 五歲 肚子上五歲 公媽甘 生命以後旁邊有個性子 男生如果嫁他都倒 不是 以前的男生 都要做事情很辛苦 男生要出去拚 所以男生以前三十多歲 就是 男生換到八九十 所以說男生很容易死 所以他才會一直 照老公 你生長的就一直照 一百年前 臺灣人的平均說明 才三十幾歲 三十八歲 一百年前 另外一種 也有一種來做廣告 廣告的感情有夠 你都沒有效率 不然這個小孩就幫你拚 所以當上就多一塊 那些廣告 怎麼會一直在我們的 對啊 一輩子都賣給他們家 他沒去 那小孩感恩 他也搭請這個雞尾 對 他也跟他拚 我們聽我爸爸說 我們以前也沒請過廣告 結果我聽我媽媽說 他一枚的 都結整個飯了 你知道嗎 這檔子 三十四碗 吃七碗 都七碗 他說都不用配菜 他就覺得他只有白飯 他就覺得很好吃 就對了 飯都疑得 雜雜 雜雜雜 連續結七碗 以前的人 很辛苦 所以有什麼拜飯 就是你早生都吃飯了 做事就拜一個飯 有米飯吃 有米飯吃 拜飯要做漸漸就是 漸漸沒飯 是這樣喔 現在有人吃飯 三萬之一 還不如說先來拜拜 你的原則 一定要拜飯嗎 不見得 因為你以前的生存物質 是這樣子的東西 原則現在要拜麥當勞 也會這樣 不浪費啊 有 營養師說 我能吃這樣 其實你現在拜飯 要漸漸漸漸 會把你撒倒回來 他說這個糖糞 這個容易胖 好 那這個錯別字 你說如果祖先的香爐換柔 不要高興太早 怎麼說 這個是因為我在過去 採訪的一個三龍法師 他曾經處理過的一個案件 那現在講這個之前 跟聽完各位前輩講到 就是關於這個掃墓 我覺得其實讓我想到一部電影 就是可可葉總會 他講到一句話 真正的死亡 是被遺忘 所以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祖先他們離開時 如果你還是惦記著他 有跟後代的子孫 說爺爺曾經怎樣 爸爸曾經怎樣 這其實他的死亡 並沒有這麼可怕 他是被不斷地 承接傳承下去 是 那回到這邊 畢竟人死後 可能他們的祖先 有時候他們傳達的方式 不外乎就是託夢 或是一些比較玄乎的事情 對 那三龍法師 那時是一個陳小姐 他一開始 他們祖先的這個爐 發爐了 那老一輩都認為說 發爐是件好事 可是連發三四天 他們就覺得好像不太對 所以才跑來問一下這個 那個三龍法師 如果連發三四天 就變成連發科了 好像也不錯 後來他們就說 那他就開始詢問到說 你們這個掃墓 多久沒掃了 清明節你們這次要 勢必要回去掃一下 因為你得看一下 你們家的墓園的狀況 就他們一去的時候 發現他們這個墓園 他們的墓碑 是黑色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掃墓的時候 他那墓被燒到 那個全部都變了黑了 因為他們發生火災 對 可是就變成說 其實大家在社會案件 我在跑社會案件的時候 常常在這個掃墓的時候 你仔細看 火災率非常高 就是墓園就燒起來 為什麼 有三個圓 因為我朋友是 他是消防隊 他是凱成 他就說到 他們消防人員都說掃墓節 叫做燒墓節 就是第一 他們的墓園管理師 有時候他們不會去 真的給你乖乖的割清草 他們就用火燒 對 燒完之後 打電話就報警 叫消防員來 就這樣子開始 因為他是最快的方式 對 那他們就變成說 很多人的祖先 是一直被火烤的 才會有這延伸 發炉的狀況 那第二就是 有老一輩的人 就覺得割完那個草 就是要用燒 燒成這個灰燼 才不會再長比較快 但這個也會延伸出 很多的問題 所以像我們看到 這個照片 這就是大家當時 分享給我們的 你看到這個墓碑 全都是黑的 都是別人家的這個墓 然後我們看到這條 白白的這條 這個是水線 消防員就跑到這邊 去打火了 對 然後我們看到 另外一邊就是 所以他們在掃墓的時候 就看到消防員 你壓一下 因為他會反光 對對對 消防員基本上 就是像這樣子 他們一天到晚 都在這個墓園裡面 拿水去教人家的祖先 要不能等著祖先 被火這樣燒 他的頻率有多高 那天我跟他三月中的時候 跟他約吃飯 烤肉 去那個牧場烤肉 他手上戴了一隻手錶 是可以連接他們消防隊的APP 他烤一個肉 他手上響了三次 他說我再來跟你們烤肉之前 我一天已經打了四次的火 火打不完 對 那再來就是有老一輩的會覺得說 在燒這個紙錢 看到那個紙錢有火在燒在飄 那其實是物理現象 但他們認為那是好兄弟在 他們都這樣會尬 對對對 然後龍捲風 他們說那個不要碰 不要碰 跟好兄弟搶錢 你可能會有事 所以他就讓他這樣飄飄飄 飄到那邊 然後那邊又燒起來了 所以他們其實要跟大家呼籲 就是在掃墓的時候 這個火災或燒這個野草的狀況 盡量不要 不然真的對別人祖先也不好 對這公安意外也會很大的影響 對 那墓園到底會不會牽動家運 你說你有跟三龍法師討論 對 因為那一陣子我在做這個掃墓 跟稻墓這些專題其實就聊到很多這個家運的事情 那他之前就有提到說 我們有時候掃墓其實除了看你的墓碑是 有沒有被燒成黑青馬虎之外 他其實會有很多像是一種植物叫鉤樹 他的生命力很強 他一年都可以長比一個人高 那如果你一年沒去掃 兩年沒去掃 你可能這個鉤樹 如果就長在你們的木丘上 他那個根是可以鑽進棺材裡面 像鋼丁這樣穿破的 那三龍法師那時處理的是有一戶人家 他們就是他們的家裡的後代子孫 就常常出現頭的問題 什麼大叔公得腦癌 誰誰誰的兒子出車或頭撞破 要不就眼睛出問題 就不外乎這些 那大家吃飯的時候 或是臉書發文發久 就覺得怎麼我們家後代 都是這兩個地方 都出問題 他才去慢慢的想到這個狀況 才去請教這個三龍法師 他們就這樣詢問之下說你們多久沒去掃墓了 他們才面面相去就笑 就大家忙嘛就沒空嘛這樣 他說那你們就回去看一下 他們回去時 那十三龍也有去就看到那個木丘 那個原本是很飽滿的地方 就長了一棵垢樹 他就覺得不對勁 他就說那可能就要把骨頭撿起來 如果你們真的沒時間來到這麼遠的地方 少 那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現代的做法 拿去哪邊簽掉 就在這個開關的時候 所有的答案都揭曉了 為什麼是頭跟眼睛 因為构樹的根穿破這棺材 貫穿他們祖先的腦 從眼睛這樣長出來 所以這個一掀開 這你也說很玄 他那個一掀開 那個答案就已經在眼前 所以他我也很深信 有時候我們要是覺得身體 或是運勢不順 你一直去拜一些神明 跑去哪裡拜財神爺 真的不如先去拜祖先 我跟你講 也就是手筋賺過 對 好像很不好 一定的 那我請教一下小東瓜 像我看那個鄧小平先生 他就海葬 那個怎麼掃 先回答答案怎麼掃 我們有很多客戶 有各種不一樣的掃法 因為海葬算是個比較新的觀念 尤其像現在雖然已經推廣一些年了 但是實際上執行的人 還是相對比例比較少 但以我們自己公司碰到一些客戶 他們做海葬 他的技是怎麼技是呢 一 因為臺北多半都是 魚人碼頭那邊出海 所以他們就會在魚人碼頭附近 找個餐廳 然後包一桌 然後大家就聚在那邊看著海 然後覺得那就是一種 就是追思的方式 搖祭 對 吃飯這樣 對對對 那 這種搖祭的概念 然後另外一種 吃海葬 對對對 但是旁邊就是一個海產餐廳 就包嘛 這個紅魚大哥有概念 所以海葬 就是在海邊 對 剛剛是一種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就是我曾經有辦過一個案件 就是剛剛前不久 舉行完海葬 然後我們準備要返航 回約碼頭 然後這個時候客戶就那個小龍蝦可以幫我用定位記下這邊的座標嗎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我們以後掃墓 我們要煮一掃船 然後來到那個地方 我說這個成本蠻高的 你確定 他說他們花的錢可以 所以現在 東京幾度 北京幾度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因為現在一些新型態的所謂的自然環保 他如果說他如果說我很冷 很冷 那就沒辦法 因為我們真的也遇到有客戶 就是在之後一段時間 然後回過來說他被託夢 說到說在海底很冷 然後問我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我可能也沒有辦法把他撈回來 所以這比較不能 我就有這種問題 就是有一個客戶 他是因為哥哥 爸爸很早就走 哥哥也都很早就去外面那種 結果沒帶 沒那種 後來回來回來 腳上 就說哇 生病 那就回來 當然你一行都沒有了 所以你回來說要叫弟弟 跟你那種不可能 也沒有人 後來就回來以後就沒多久就生病 就過往期 過往期當然就是怎樣 參加聯合工事 帶他去花葬海葬 花葬 好了 那花葬以後 還沒百里了 花葬是指 就是把骨灰研磨成粉 然後放在他們公家設定的一塊區域 那叫花葬區 那旁邊都種滿著花 那一區一區 那我們就稱之為叫環保自然葬 那換放在樹林就叫樹葬 我爸那時候說他要勾葬 待著水膏裡面 我爸那時候交代 就後來他有發葬 還沒百里 結果他 他們弟弟每天 就是等於差不多一天 連萬五次 如果說他夢一次 兩次 五次就表示有意思了 因為一次 兩次 要跟你說什麼 就帶了夢 結果他夢五次 後來他就說 開始緊張了 他就是怎麼說 他很冷 他沒充滿 他沒充滿 沒充滿吃什麼 那後來來問我說 這個我們要怎麼處理 他說他就是當時就這樣子 參加聯合工技 什麼 所以什麼都沒有 都沒去 就沒有這個東西 怎麼辦呢 後來我們是有幫他做處理 他做一個禮拜 車身做主 他用一個禮拜 陰魂來 幫他弄一些衣服 真的沒再問過 我們其實現在都會跟客戶講 就是說如果你自己心裡 只要有一點點 哪怕一絲絲的掛愛 都不要輕易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一旦做了 他回不來 不管是樹花帳或海藏 真的 對 可是如果說家裡面有共識 而且你發自內心 覺得你一點掛愛都沒有 你也沒有那麼懸念 那要做我覺得也無所謂 因為這也沒有標準答案 那只有選擇 可是這個就是真的是慎重 因為我們真的有預渡太多 可能事後回來要反悔 我們是真的來不及 愛摸人樹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兩口小鈴鐺 請來